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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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商务部主办 河南工业大学承办的 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研修班 于2012年5月4日至5月31日 在河南郑州成功举办 此次研修班由河南工业大学 和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高级办公室 第三次合作举办 来自马拉维 巴布亚新几内亚 卢旺达 南苏丹 尼泊尔 巴基斯坦 埃及 加纳 文莱 野门 伊拉克 东地文 缅甸 巴勒斯坦 亚买加 柬埔寨 吉尔吉斯斯坦 肯尼亚 18个国家的30名外国官员参加了研修 此次研修班内容涉及 中国国情 省情 孝勤简介 世界粮食产量概况 粮食利益补偿中国的理论政策与经验 中国农业政策概况 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现状及对策研究 粮食储运设施的建设与管理 粮食供给保障能力 粮食储藏技术标准 中国粮食加工及安全控制技术 粮食害成造成的损失 农药残留及重金属 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中国粮食储藏设施与工艺 中国农业机械化现状及发展概论 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现状 以及对策研究等 17个研修专题 培训语言为英语 本期园外培训任务 是我校承担第八期国家园外培训任务 自2008年以来 累计培训了来自世界各地 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教育和粮食领域的 外国官员和技术人员 在河南省商务厅的直接正确领导和严格管理下 我校领导对本期研修班高度重视 校党委书记契士军教授 校长张元 常务副校长赵玉玲等校领导 对此次研修班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关心 校领导在开班前主持召开学校准备工作会议 审议和修订授课大纲 在四周的时间里 多次深入各国学员中间 听取并了解学员对研修班的意见和建议 及时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难 学校上下一盘棋 各部门通力合作 使得本次研修班取得圆满成功 学校根据我校的办学特色 粮食领域的专业特点和资源优势 组织粮食安全培训专家 王电轩教授 周显清教授 王晓熙教授 赵仁勇教授 吕建华教授 孙中叶教授等 拥有海外留学经历 并在粮食专业上从事科研工作多年的 著名专家学者授课 专家教授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内容丰富多彩 在授课中能把理论和实际有机结合 中外双方充分互动 真正做到了国际间粮食安全方面的交流 学员对专家教授的授课 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国际友情 研修结束当天 全体学员分别代表自己的国家 进行国别报告 对我们后续的合作交流 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国家粮食局对研修班 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在北京考察期间 全体研修班学员到国家粮食局座谈 外事司司长刘润主持座谈会 刘通与科学发展司副司长王立荣 向学员们介绍了 我国粮食生产 流通 储藏及粮食仓储设施 技术与管理等情况 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 有关粮食仓储设施和科技等方面的问题 学员们表示 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 与中国在粮食流通 储藏 物流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在上海考察期间 研修学员参观了外高桥粮食储备库 学员一行深入了解了 外高桥的先进设施 之后参观了文明海内外的东方明珠等 让学员了解到上海大都市的魅力 也了解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飞速进程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高级别办公室司长 伊顿先生专程从联合国赶往上海 与学员进行座谈 共同就有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交流 我校在保证与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的密切联系 保持紧密沟通的同时 积极主动配合 驻亚、非、大洋洲等国家经商参处做好招生工作 做好培训项目简介、实施方案、课程日程安排、参观考察等文字材料 以英文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发送至各经商参处 尽可能为经商参处提供便利和支持 使他们感受到团队的配合精神 由此也得到了他们对招生工作的热情回应和真诚支持 培训项目组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牢记外事无小事的外事原则 对研修班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周密考虑、预见和精心的准备 认真努力做好所有的细节工作 研修班期间 我将安排学员参观了小于海内外的登峰少林寺和开封清明上和园景区 参观了体现丰富中原文化的河南省博物院、郑东新区、郑州市西区大学城、河南省中央储备粮郑州直属库 在省外考察期间 带领学员赴上海参观了世博园、东方明珠、上海外滩 参观了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故宫、颐和园、居庸官长城 学员们为中国的悠久历史文明而叹为观止 领略到了中国灿烂历史文化的魅力 为了使学员更好的感受和融入中国文化 我们每天早上课前十分钟为学员教授汉语 在我校精心组织的欢送外国学员的晚会上 由中方学生志愿者和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加纳的外国学员共同主持 晚会以志愿者为外国学员送上的一首大合唱《友谊第九天长》开场 中方为学员呈现了具有中国浓厚传统文化特色的文艺节目 如中国传统舞蹈梁柱等 与学员互动进行中国书法现场表演 绑腿气球、抢凳子等游戏 让学员们亲身互动、笑声振振 加纳、尼泊尔、巴基斯坦、肯尼亚等学员的民族歌曲和舞蹈等节目的精彩表演 将晚会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最后参加晚会的全体学员、学生和工作演职等人员 共同欢歌笑语步入舞池 将晚会的气氛烘托到了顶点 外国学员之间在活动中加深彼此的了解 中外人员在活动中增进了国际友谊 出席开班典礼的领导有 河南省商务厅、省外办、粮食局、河南工业大学校领导 以及全体教授专家和工作人员 典礼上我校副校长、常务副校长赵玉琳先生 首先代表学校致欢迎词 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雷铭 河南省粮食局副局长乔新斌分别发表讲话 学员代表埃及农牧部官员穆罕默德代表全体学员发言 表达了对我国政府为受援国人民提供难得的学习机会的感谢 和充分利用此次研修机会学习交流的信心和决心 开班典礼上 我校为学员发放了全套英文教材 中英文对照中国地图 生活指南 研修班课程表 学校简介 学习文具 开班典礼结束后 全体人员集体合影留念 举行了丰盛的欢迎晚宴 出席结业典礼的有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院长金旭先生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卢长明女士 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沈小凯先生 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雷鸣先生 河南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王峰先生 河南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项目主任于坤鸣先生 外国学员 授课教授 工作人员和学生志愿者 结业典礼上 我校常务副校长赵玉鸣先生首先代表学校致辞 向参训学员在研修期间取得的学习成果表示祝贺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院长金旭先生讲话 他指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发展和巩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 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沿外项目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对承办单位的细致工作和研修期间取得的成绩 表示充分肯定 学员代表巴勒斯坦经济部官员台斯尔代表全体学员发言 表达了对主办单位商务部和南省商务厅承办单位的领导 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学生志愿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希望能够再次来到中国学习我国先进的粮食技术和管理经验 校领导和商务厅领导为学员颁发商务部结业证书 和我校专门为学员制作的结业证书 为学员赠送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礼品 军词 我校在学员纷纷安全离证后 向所有在此次培训过程中 给予大力支持的驻外使馆经商参处 发送致谢寒电 向所有学员发送寒电表示慰问 河南多家知名网络报纸等媒体 对此次研修班项目进行了新闻报道 如新浪网、大河网、安徽广播网、农博网、中国网、人民网站等等 此次研修班在河南省粮油食品行业引起了高度反响和关注 在商务部有关领导的关心指导和驻外经商处的大力支持帮助下 本期研修班再一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